学折纸艺术动手又动脑 你好我是折纸王子 欢迎收看这个视频 我们来折一款小狗 下面我们开始 这是另外的两款折纸小狗 你需要用到一张正方形的纸 我用的纸边长15厘米 首先两个角对折 展开 把这个边折向刚才的折痕 上面的边也一样 放到背面 两个角对折 放到这一侧 把这里折开 这个角折上去 这一侧这个边 对其中间的直输线 把它压好 这一侧也一样 撑开 压好 两个角分开 这上面两个小角 收立起来 压向一侧 往下折一下 整个部分捏到一起 往这里折一下 这个角度自己让我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 展开按照折痕翻折到上面 再次做翻折 向外翻折 这位置和角度自己让我一下 露出两个小角形成耳朵 这位置和角度自己掌握 形成狗的头 再往外折 露出一个尖角 这个距离自己掌握一下 小角往里折 再往上折 这里形成鼻子 继续看头部这里 这里这个角度把它调整一下 左右两侧撑开 往里撑 这角度调好之后 把它压好 这小角折进里面去 另一侧也一样 接下来看尾部 把这个角往里翻折 这个程度自己掌握 使这个边 下面的边对起 再往外翻折 再往外翻折 再次翻折一次 最后就是细节的调整 耳朵往前折一下 背部 背部拱起来 撑开 这样斜着弯曲的压出一道折痕 使它撑开 有立体感 下面 身体 腿部 这样 换曲的压出折痕 绿色也一样 有立体感 撑起头部 上面的部分 同样的把它撑开 压一道折痕 有立体感 下面的部分 稍微往里扯一下 这些调整的细节 根据自己的能力来调节 这样一款小狗就完成了 看这个视频 你有什么疑问或建议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更多视频请关注 折指网址 喜欢就请订阅 点赞 转发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